你好,欢迎来到老杨读红楼 这里是全网讲解古本红楼梦 知厌斋重评石头记最详细的频道 让我们一起细读红楼品味人生 本集主要讲 1.为什么宝玉要子涓的镜子 2.为什么黛玉不能找贾母谈婚事 3.宝黛婚姻的另一条出路 在上一集末尾 看到宝玉彻底好了 子涓要回肖香馆 临走前 宝玉找他要了一面小菱花镜 还说会放在床上 睡觉的时候用 有谁睡觉的时候用镜子 贾瑞可是这种用法的前车之剑 那宝玉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在本集开始 我先聊聊这个话题 首先让我们认识一下菱花镜 菱花镜这个名字的来源有两种 一种是说这是镜子的统称 因为铜镜反射日光的光斑 像菱花所以叫这个名字 前文 黛玉推荐给香菱学习的诗人之一 而另一种是唐代之后的普遍观点 那就是指有花瓣外形的铜镜 也就是图片中这种样子 它跟传统的圆形铜镜 是明显不同的 其次 前文中出现过菱花镜 你还记得哪里出现过吗 给你三秒钟想一想 提到菱花镜的 可不是偏僻的地方 而是宝玉的代表作 红豆曲 其中有一句 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兽 我们都知道 红豆曲是薛盘饭局的命题作文 他是在说完女儿的悲愁喜乐之后 唱的一首曲子 我认为 宝玉的悲愁喜乐诗 对应的是宝钗 而红豆曲对应的是黛玉 因此 这个菱花镜里看不出 自己日益销售的人 显然是黛玉了 具体的解读 可以参考之前这一集 基于上述信息 我们用排除法推测一下 宝玉要这把镜子的寓意 它是定情信物吗 不是 定情信物 必须是属于黛玉 并且能代表黛玉的东西 就像是之前 黛玉制作的荷包 宝玉并不能确定 黛玉日常 有没有用这把镜子 因此 这把镜子 也不能代表黛玉 而且 哪有这么间接 要定情信物的呢 那它有什么特别吗 书里只是简单说 这是一个小菱花 也就是花瓣外形的小镜子 除了个头小 方便在床上使用之外 没别的信息 那有没有可能是 我想多了 就是宝玉缺这么一个镜子呢 宝玉的生活环境 是物质极大丰富的 它什么都不缺 宝玉院有16个丫头 习人秦文等大丫头 肯定也有不少镜子 真的缺镜子 她随便就能要一个来 为什么非要子涓的呢 所以 我们不得不参考书里 最不堪的一个例子 来考虑这个问题 那就是 贾瑞是怎么在床上用镜子的 贾瑞用的是凤姐的镜子吗 她哪有这种福气呢 她用的是神仙给的风月宝剑 那贾瑞在镜子里看到了谁呢 她看到了朝思暮想的那个人 凤姐 所以 床上用镜子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随时看到心中那个人 因为镜子里有另一个世界 就在上一回 按照奇人摄月的说法 宝玉是因为照镜子 所以见到了珍宝玉 但是晚上丫头们会用镜套子 遮住大镜子 那宝玉就没法进入这个镜中世界 看到心中的人了 是丫头们的话提醒了宝玉 所以 她也想要一个睡觉的时候 能用的镜子 那她为什么不找自己的丫头 要一个呢 我觉得 一方面是 这是一种变态的要求 席人等人听了 多半会批评她 另一方面 子娟是戴玉身边的人 这把镜子有很多想象空间 自然也有不一样的感觉 虽然宝玉每天早晚两次 去肖香馆看戴玉 但是对她来说 这远远不够 因为无论白天还是夜晚 睡着了还是醒着 她心里都想着戴玉 跟贾瑞一样 宝玉也希望 这面镜子能成为 连通心上人的一座桥梁 他们体现的都是 风月宝剑这个主题 只是贾瑞是肉欲驱动 而宝玉是关心爱护 请你注意 风月这两个字 并不止包括色情 也包括我们说的纯爱 而景焕仙子在第五回 就提醒过我们 宝玉对女孩的爱 跟普通人并不相同 下面让我们先一起 读一段原文 然后我再接着讲 这一集的故事 林黛玉近日闻得 宝玉如此刑警 未免又添些病症 多哭几场 惊见子娟来了 问其缘故 已知大玉 拿钱琥珀去服侍甲母 夜间人定之后 子娟以宽衣卧下之时 敲向黛玉笑道 宝玉的心到时 听见咱们去就那样起来 黛玉不答 子娟停了半晌 自言自语地说道 一动不如一进 我们这里就算好人家 别的都容易 最难得的是 从小一处长大 脾气性情 都彼此知道的了 黛玉催道 你这几天还不乏 趁这回子不歇一歇 还搅什么去 子娟笑道 倒不是白搅去 我倒是一片真心 为姑娘 替你愁了这几年了 无父母 无兄弟 谁是支腾着热的人 趁早老太太 还明白硬朗的时间 做定了大事要紧 俗语说 老见春寒秋后热 躺货老太太一时有个好歹 那时虽也完事 只怕耽误了时光 还不得称心如意呢 公子王孙虽多 哪一个不是三房五妾 今儿朝东 明儿朝西 妙一个天仙来 也不过三夜五夕 也丢在脖子后头了 甚至于 为妾为丫头 反目成仇的 若娘家 有人有事的还好些 若是姑娘这样的人 有老太太一日 还好一日 若没了老太太 也只是凭人去欺负了 所以说 拿主意要紧 姑娘是个明白人 岂不闻俗语说 万两黄金容易得 痴心一个也难求 黛玉听了便说道 这丫头今儿不疯了 怎么去了几日 忽然变了一个人 我明儿 避回老太太退回去 我不敢要你了 紫娟笑道 我说的是好话 不过叫你心里留神 并没叫你去唯非作歹 何苦回老太太 叫我吃了亏 又有何好处 说着静字睡了 黛玉听了这话 口内虽如此说 心内未尝不伤感 待他睡了便直气了一夜 智天明方打了一个盹 此日 四日勉强灌树了吃了些燕窝粥 便有贾母等亲来看事了 又嘱咐了许多话 沐金是薛姨妈的生日 自贾母起 诸人皆有祝贺之礼 黛玉一早备了两色针线送去 四日 也订了一本小戏 请贾母王夫人等 独有宝玉与黛玉二人不曾去得 至散时 贾母等顺路 又瞧她二人一遍 方回房去 四日 薛姨妈家又命薛科 陪诸伙计吃了一天酒 连忙了三四天方完备 因薛姨妈看见行锈烟 生得端庄稳重 且家道贫寒 是个拆经裙部的女儿 便欲说与薛盘为妻 因薛盘素席行止辐射 又恐糟蹋人家的女儿 正在愁躇之际 忽想起薛科未娶 看她二人 恰是一对天生地舍的夫妻 阴谋之于凤姐儿 凤姐儿叹道 姑妈素知我们太太有些左信的 这事儿等我慢谋 因贾母去瞧凤姐儿时 凤姐儿便和贾母说 薛姑妈有件事求老祖宗 只是不好启齿的 贾母盲问何事 凤姐便将求亲一事说了 贾母笑道 这有什么不好启齿 这是极好的事 等我和你婆婆说了 怕她不医 因回房来 即刻救命人来请邢夫人过来 硬坐宝山 邢夫人想了一想 薛家根基不错 且现金大富 薛科生得又好 且贾母硬坐宝山 将计就计便硬了 上一集的末尾 宝玉被子涓惹出来的病彻底好了 她让子涓回萧香馆 继续照顾黛玉 在此期间 黛玉因为担心宝玉的病情 哭得更多 所以身体状况反而恶化了 现在看到子涓 就问她怎么回来了 知道宝玉没事之后 便让琥珀回去继续服侍贾母 等晚上两个人一起睡下 子涓就开始敞开心扉 说悄悄话 子涓笑着对黛玉说 宝玉真是个老实重感情的人 听到黛玉要走 就变成那样了 黛玉只装没听见 没说话 这是古代对女孩的要求 看到黛玉没反应 子涓就貌似自言自语地说 黛玉嫁到哪里都不如留在贾府 贾府的生活环境好 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 宝玉和黛玉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 脾气性格都很熟悉 黛玉忍不住问子涓 她这几天照顾宝玉不累吗 怎么回来还不休息 在这里胡说 请你注意 上面这段话是我的翻译 子涓的原话里 是既没有提婚姻 也没有提宝玉的 她是眉头眉尾地说 一动不如一进 和从小一处长大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黛玉的理解 这说明子涓非常清楚黛玉的心结 她只说这些就足够了 虽然现在是夜里 两个人躺在一起 周围没别人 可是女孩讨论婚姻大事 始终是禁忌 因此子涓主动回避了敏感字 黛玉用嚼曲来形容子涓 就是说她胡说 瞎说 可子涓却说 自己不是胡说 她是真的为黛玉考虑 替黛玉发愁 黛玉没有父母兄弟 谁会心疼照顾她呢 还是趁着甲母脑子清楚 身体健康的时候 把婚事定下来最重要 俗话说 老见春寒秋后热 老年人的生命就像春天的寒冷 秋后的余热一样不会长久 万一贾母出问题 那时虽然贾家也会安排黛玉的婚事 只怕既耽误了时间又让人不满意 这里子涓说的正是黛玉担心的问题 只是子涓强调了时间的紧迫性 她接着说 贵族公子虽然很多 但每个都是妻妾成群 不够专情 即便娶到个天仙 过些日子也就变冷淡了 甚至还有 为了妾和丫头跟妻子闹翻的 如果女性娘家势力大 那还好些 可黛玉这样没有父母家人的人 一旦贾母不在 也就只能被人欺负了 所以一定要尽早想办法 黛玉是个聪明人 难道没听过 万两黄金容易得 知心一个也难求吗 子涓这是为我们分析了黛玉的艰难处境 她是在吓唬黛玉吗 没有 她说的惨剧 我们在后面会一个一个见到 之前薛盘看上香灵 想方设法 纳了对方为妾 可后面就会为了下金贵和丫头宝禅 跟香灵彻底闹翻 反目成仇 而贾府没落之后 就连迎春都被孙少祖欺负致死 如果黛玉碰上这种婆家 结局只会更加悲惨 只是子涓怎么也想不到 即便留下 贾府也会出问题 黛玉听了子涓的话就问 子涓是不是疯了 怎么到宝玉那边没几天 就完全变了一个人 她可不敢要对方了 之后还是退给贾母吧 子涓被黛玉吓到了吗 没有 她笑着说 自己说的都是好话 为的就是让黛玉注意这个问题 她又没让黛玉干坏事 为什么要去找贾母说呢 让自己吃亏对黛玉又有什么好处呢 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黛玉作为大家闺秀 当然不能顺着子涓的话讨论自己的婚事 这是每被礼教的 可是她又怎么可能不为自己的未来担心和伤感呢 她的藏花银和秋窗风雨溪都体现出这种思想 但是不能明说 那你会不会奇怪 子涓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明白 黛玉又是一个聪明人 为什么她不找机会跟贾母说说呢 子涓的话里体现出我们最朴素的想法 那就是这并不是干坏事 然而并不是不是坏事就能做 对大家闺秀来说 谈论自己的婚姻是禁忌 因为贵族婚姻 本来就不是他们应该考虑的事情 女孩只能相信家长 耐心等待家族安排 不止黛玉如此 宝钗 香芸 贾府四春都是如此 不然元春就不会对大家说 当日既送我到那 不得见人地去除了 你看到没 这个最尊贵的人 也是被家族送进皇宫的 不是他自己选择的 那退一万步 黛玉鼓足勇气 找贾母说了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会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 完全保密的场景 如果能找到一个 完全保密的场合 黛玉悄悄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贾母 那大概率贾母会对黛玉说 自己也很希望 尽早让宝黛成婚 但她有苦衷 这件事还要等一等 为什么我会这么推测呢 因为各种场合 都体现出这种信号 包括前面 凤姐谈到喝茶 后面贾脸的亲信小丝 心儿给尤二姐汇报的信息 以及贾母自己说的 和尚说过 宝玉不能早婚 里面都有这个意思 第二种 有可能信息泄露的场景 那黛玉的名声 和贾府的名声 就都毁了 就跟之前贾母批判 才子家人题材一样 谈论这种事情的女孩 会被直接钉在耻辱柱上 贾母的原话是 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 不管是亲室友 便想起终身大事来 父母也忘了 书里也忘了 鬼不成鬼 贼不成贼 哪一点是家人 便是满腹文章 做出这种事来 也算不得是家人了 你看到没 这种事想都不能想 更何况说出来 那贾母和黛玉 有完全信息保密的场景吗 贾母自己说过 小姐身边 只有一个丫头的场景很少 更何况是贾母呢 因此 我们在书里完全找不到 贾母一个人的场景 她身边 永远有一大堆的丫鬟婆子 这种家族规矩 加上从小接受的教育 让黛玉不可能 把贾母周围的人都赶走 然后趴在外祖母耳朵上 说悄悄话 你说黛玉 该怎么谈这个话题呢 所以 子娟的建议虽然好 黛玉却没法执行 看着子娟睡了 黛玉不免又哭了一个晚上 到了天亮的时候 才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 勉强起来 梳洗完毕 吃了点燕窝粥 贾母等人过来看她 又嘱咐了黛玉半天 你看 黛玉这种 睡不着觉 吃不下饭的生活 身体怎么可能好转 这里专门提到 贾母来看她 叮嘱她 正是在印证 子娟说的没错 贾母就是黛玉 唯一的靠山 她是真的心疼黛玉 抓住机会 尽早让贾母为她做主 是黛玉的最佳选择 只可惜 在前八十回 我们始终没有等到 这件事发生 贾母等人离开肖香馆 就去给薛姨妈过生日 你还记得 一年前提到薛姨妈过生日吗 它就发生在第三十六回 十分定 勤务离乡院之后 黛玉问宝玉 要不要去参加 薛姨妈的生日活动 宝玉不想去 黛玉就提到 宝钗在她睡觉的时候 替她赶门子 宝玉听了赶忙说 这是亵渎了宝钗 为了这个 她一定要去 按照规矩 贾府上下都给薛姨妈送了礼物 就连黛玉都送了 两件针线活 你还记得吧 黛玉因为身体问题 很少做针线 这个礼物其实非常重 证明了 黛玉跟宝钗的亲密关系 薛姨又用戏酒 款待贾府众人 只有宝玉和黛玉 这两位病人 没有参加活动 这是书里明确写的 第三次薛姨请客 等到活动散场 贾母等人 又顺路看望了 宝玉和黛玉 这才回去 此后 薛姨妈又让薛科 请薛家的伙计 吃了一天酒席 这么折腾了三四天 才算过完了生日 不太细心读书的小伙伴 可能会问 怎么薛姨妈安排薛科 而不是薛盘请伙计呢 薛盘还在外面做生意呢 按照原定的计划 他会跟着薛家 有经验的老伙计 张德辉 在端阳节前 带着江南采购的纸扎香料回来 距离现在也只剩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换句话说 相邻在大观园的好日子不多了 由于薛姨妈看到 行秀嫣长得端庄 做事稳重 并且家里贫寒 是个腐素女孩 就想给薛盘盘亲 可能有小伙伴会奇怪 对于薛家这种四大家族 家里贫寒 做人朴素 不是缺点吗 怎么薛姨妈能看上行秀烟呢 这正体现出我们对有钱人的偏见 觉得越有钱就会越世俗 然而这并不是普遍现象 之前贾母在清虚贯打叫的时候 就公开表示过她的观点 对比家世来说 她更看重模样性格 薛姨妈在这里也是类似的想法 只可惜 相邻的命实在太苦 她的运气实在太差 薛姨妈一想到薛盘平时的作风 害怕糟蹋了行秀烟 就转而想给薛科提亲 她并没有贸然行动 而是先去咨询奉解 凤姐担心邢夫人想法多 说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再说 你还记得吧 凤姐这时候也在卧床养病呢 等贾母去看望她的时候 凤姐就对贾母说了这件事 贾母一听就很高兴 主动说 自己找邢夫人提亲 对方不敢说不 回到她的房间 就马上把邢夫人叫来 为这桩亲事做媒 秦夫人想到薛家出身不错 又有钱 薛科长得也挺好 又是贾母提亲 也就顺水推舟答应了 这里又体现出 凤姐做事 很有方法会借力 如果秦夫人是个正常人 那作为儿媳妇的她 去提亲 本来也没问题 只可惜 这个人不正常 从她帮假设 给鸳鸯提亲那一段 我们就能看出 这个人唯利是图 根本没有是非观念 如果凤姐贸然提亲 秦夫人想在这件事上 捞点好处 事情就变复杂了 一旦说僵了 再让贾母参与会不好处理 倒不如干脆让贾母提出来 秦夫人作为儿媳妇 就很难反对了 明明我们关心的是 宝代婚姻怎么推进 却突然跳出薛科和行秀燕这一对 而且人家轻轻松松就订婚了 为什么作者要写他们呢 我认为是为了让我们 看到宝代婚姻的另一条出路 既然黛玉没办法自己找贾母谈 那让第三方找贾母谈行不行 黛玉能走这条路吗 下一集我再接着讲 请随手点赞 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红楼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